昨天去公园看到很多人因为没有戴口罩公交车不让上车 在那里大妈其实政府是为了大家好 的确口罩现在比较难买 出了门以后没有口罩是很麻烦 怎么办呢其实做口罩非常容易 看一条毛巾小毛巾 可以按照自己的大小把它捡起来 像一斤 穿过来对折上 把这边也从这里边 橡皮镜头穿过来 这样就成了一个三层 头罩完成 很简单的 而且是全棉的 回到家以后 把这个毛巾拿下来 拿去洗晒 另外换一条干净 如果没有 没有松紧带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拿一个 平时 买东西的那个袋子 上面那个套绳 套上来 也不用毛巾 有一块手帕 有一块 白布 干净的布 就行了 然后也是 把它架子穿过来 套上来 拿起来 看 完成了 看 这很简单的 大家不要生气 其实很多困难 是可以自己克服的 不要以为没有东西卖了 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完全可以自己进去 你看 这是两个东西 还有一个 有些家里 是用松紧带的 这是最方便的 你看 这个松紧带 连缝都不用缝 打个嘎的 还剩下 你看 这个是过去小 小孙女 小孙女 长大的 这个旱季 没有什么用的 这都是当年买的 都是最好的 全面的东西 现在可就用上了 对于有过敏体质的 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来讲 用这种 这种棉布做手套 它是可以防止 平年过敏的 完成了 你看 这样就行 有了这些小技巧 你去买还方便 你会觉得 没有东西卖 其实困难都可以 自己控动 这些东西 家里都会有的 所有这些用过一次 从外面回来以后 就拿去洗烫 散 每次回来以后 换上一条干净的 这样子比你戴一次性的口罩 反反复复的用 还要好 这些东西 记住了吗 松紧带 这个橡皮圈怎么圈呢 大家应该也会了 双层双层的圈 长短 按多少条 按照自己的 每个人的体型不同来弄 这个绳子就可能 不太好 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嘎的 可以调长短 调好以后 就可以经常用了 最好做两条 这个回来也得洗 所有这些东西 用完一次回来以后 都把它洗掉它 这样子比任何街上 卖的口罩 反反复复的用 都要干净 都要卫生 而且还很管道 天下是难不倒中国大妈 大家只要去努力 去自己动手